由一群热爱戏曲的花莲在地素人组成的奇莱剧团 今年迈入第四年 日前他们在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演艺堂 举办了奇莱精湛展演活动 带来了《炭皇陵》还有《全本四郎探母》等两个剧目 都是团员们苦练一年的成果 吸引了不少热爱金剧的相亲前往观赏 团员们穿上戏服打起装扮 在舞台上演出精彩的金剧表演 各个唱功了得举手投足也都十分到位 很难看得出来 他们其实是由一群花莲在地素人所组成的剧团 一连带来《炭皇陵》和《全本四郎探母》等两段剧目 奇莱剧团成立已经迈入第四年 成员多半为宜昌国小国剧社的校友 为了展现出他们的学习成果 每年都会在花莲县客家文化馆演艺堂举办展演活动 今年是以奇莱精湛为主题 吸引不少民众锁票进场观赏 因为奇莱今年是第四年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这一群都是素人 也都不会演戏 可是今年是第四年 他们一年比一年进步 所以他们演的戏就会一年比一年难 本来刚开始我还挺想放弃 他们说要唱这一齣上探母说 我还挺担心 我心想这么大一齣戏这么难 可是呢他们说他们有信心 所以好比如有信心 没别的就是给我练 我觉得真不错 因为大家都因为答应我了 既然决定要唱这一齣戏 每一个人都很用功 这是看在眼里的 其实我心里蛮感动的 挺感动的 这次参演的30位团员 都是来自各行各业 其中也以原住民族展为居多 其来戏曲文化交流协会 理事长葛德芬表示 每年的公演都是累积一年的训练 为了追求团员功力 更上一层楼 这次挑战的剧目 整体而言难度非常的高 未来会超更多技巧来做练习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持续追踪起来剧团 一同观赏精彩的戏曲表演